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难道你不写一场题目的答法 不写一场详细步骤吗 所以我教你详细步骤 但如果这一条写一场详细步骤 其实也挺烦的 不过不要紧 我们就烦一次 好了 事不宜迟 我们先去看一看题目 它就说在figure 里面 ABCDEFGH 就是这一块 就是Regular Oticon 就是正八边形 它就叫你找 X 加 Y 加 Z 到底是多少 即是这个 X 加 Y 加这角度 Z 加 3 只加了是多少 好了 题目就好像很简单 但苏不简单 如果你做long track的时候 好 事不宜迟 拿一张单刀纸出来先说吧 由于现在的科技都很先进 那么制幅图全都出来了 是吧 好 先守当其冲 那我就会想知道 就是那个的 一开始 我因为怕不够位 那我就不如在这边右上角度写吧 那首先呢 我就会想写就是 这个的叫做 Sum of 这个的 interior angle 即是说究竟这个正八边形 那个 内角和加起来是多少呢 其实就会有一条公式的嘛 还记不记得 就会是等于 N-2 即是8-2 因为这个八边形 即是八角或者八条边 再减2 就再乘180度 那用起上来的时候 reason是什么呢 这里有了 就是叫做 angle sum of 这个polygon 中文就叫做 多边形内角和 可以吗 好 那所以我们会知道 是吧 那么 先记得好一点点 好 由于 是吧 好 那么所以 那么我们会知道 每一只的内角 就是 比如举个例子 就是 angle abc 是吧 就是 abc 这个角 理论上就会是将 180 傻傻的 我都没抹 对了 那么 这个是等于多少呢 那当然等于1080度 是吧 那么所以 真是傻傻的 轻轻的 那个angle abc 即是其中一只的内角 就会是将1080那么多度 再随回8 那即是等于135度 OK 行不行 好 那自己带着旁身 那之后我继续看下去了 呃 其实就是abc 这个全部 total 就是135度 那么不明显了 免得弄到幅图那样花 那但是我想说 不如我转一只绿色笔吧 那这次我想看的就是告诉人 就是在这个三角形 就是abcd and这个三角形 就是叫做bah 好了 在这两个三角形里面到底发生着什么事呢 我会看到一些东西的 那么第一啊 即是哪两个三角形啊 bcd 就是这个 还有还有就是这个 不如我拿一只绿色的highlight 让你 舒服点吧 我现在讲这两个三角形 其实呢 我就怀疑这两个三角形呢 其实它们是全等的 那么其实都不用怀疑 做一次给你看 你就知道 它们是 是全等 是conference OK 那我会看到发生什么事呢 拿回一只绿色笔吧 就是由于啊 第一个 就是我会看到就是bc 是会等于个 b a的 为什么我会知道bc会等于 b a呢 原因都很简单 因为这个是正八边形来的 这两条边界是一样的 是吧 所以其实就是 你可以写given 是不是已知 是不是很简单 好了 第二 就是我都讲了 就是刚才都做过 就是角度 角度b cd 角度b cd 就是这只角 那其实就等同于什么 直角到b a h 这两只角其实是个内角来的嘛 内角和 每只内角是一百三十五度 是不是 所以你可以这样写的 就是等于 直角到b a h 就会是等于 一三五 原因当然就是刚才都 说过啦 就是 这一道 是不是 其实都容易知的啦 不是容易知的 应该怎么说呢 就 那这一道 写好点啦 应该都不要写angle a b c 好吗 那我这里转它做啦 这样就可以了吧 就each 每一只 interior angles 就会是等于1080度除8 那就是一百三十五度 那我这里打升给它啦 那现在是不是够清晰啦 那我现在就说 由于 拜 升升 是吧 很清晰啦 你知道我做什么啦 是不是 内角来的嘛 这些 好了 那第三啦 我也都会知道啦 就是cd 那cd这条线呢 其实是不是 应该都会是等同于 ah这条线呢 那所以 其实 given啦 因为它是正八边形来的嘛 是不是 那所以 我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啦 结论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那个 三角形 b c d 根本上就会 conference to 这个三角形 b a h 就是它们是全等啦 这两个绿色的三角形 那原因 当然就是 我用的是s a s 哪个边 行不行 所以绿色这些三角形是全等的嘛 那如果你知道它们是全等啦 是吧 那就是 就是换言之等下我们可以用它的特性啦 那我等下才用它的特性啦 那我继续啦 我现在就告诉大家 现在在另外两组三角形 就是叫做 就是叫做 b d e 再来 再来 这个三角形 还有还有就是b h g 就是说这个 好了 这两个粉红色三角形 我怀疑它是 又是全等的 不过都不用怀疑 其实都可以看到的 由于 我会看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 刚才我也会看到 就是 b d 会等于 b h 那 这条 我先抹下它 这条 会等于 b h 这条 那原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到 上面绿色的两个三角形 其实它这两条边是相对应的 是不是 它们有全等 那所以 其实就是 换言之 我可以写得出 就是b d 就会等于 b h 原因 当然就是 corresponding size 就是conference triangle 就是 全等三角形的对应边 是不是 好了 第二 我也都会看到 就是 如果这条角是x 就是 因为这两个绿色三角形 是全等的 所以 其实就是相对应 这条角度 b a boy h 其实它都会是 叫做 x 来的 原因就是两条 绿色的三角形 其实它们是全等的 是不是 所以 这两条角度是相对应的 所以 其实大家都叫x 好 第二 我就会这样写 就是角度 a boy h 对 对 就会是等于 x 原因 当然就是 刚才我说过的 corresponding angles conference triangle 中文就是全等三角形的对应角 可以吗 好了 还有第三 第三是什么呢 我就会写 就是我会看到的东西就是什么 就是角度 角度 b de 角度 b de 即是这一只 是吧 即是等同于 一只 角度 叫做b h g b h g 就是这一只 那这一只 是什么来的呢 其实很明显 就是应该会是将 不过我说真的 如果这一只是x 这一只是x 其实你都会预计到这一只都是x 这一只都是x的 原因就是 因为这两条边 是一样的 这两条边都是一样的 是吧 那就是base angle 是数数 triangle 不过我不写那么多了 所以其实自己留意 那其实你会看到 这一只是等于 这一只 对了 刚刚解了少少给你听 就是b h g 就会是等于 135度 再减x 好了 那就是 我们会知道 得出一个结论 就会是 还有 我们会看到 就是d e 等于h g d e 会等于 h g 亦都是因为它是正八边形 是吧 所以你可以当结分的 好了 所以我们知道 结论就是 这两个三个型 粉红色的三个型 这两个粉红色三个型 根本上 它们是conference 即是全等 原因当然 你也可以是用sas 是吧 好 之后 最后 还有一批三个型 是全等的 不如我拿 逼迫 拿 逼迫 藍色筆去做它 好吗 那我就会说 in 这个三个型 就是叫做 bf n 还有第二个三个型 就是叫做 bgf 好 bf 就是这个 还有 还有就是bgf 就是这个 我不再highlight了 因为都 挺 困难 给你了 小小花 自己忍耐了 就是这个蓝色 还有就是 这个蓝色 直角三个型 押忍 弄好它 这两个蓝色的三个型 sorry ok 我都怀疑它们是全等的 那为什么呢 那我就看了 好吗 那我就 由于 我看到以下 第一样 就会是 be 会是等于 bg 那 为什么be 会等于bg呢 原因都很简单 因为刚才两个 粉红色的三个型 是 全等的 那所以 其实相对应 它们那两条边 be 不是相对应 就是bg 那其实 两条边 应该相对应 应该是一样 因为它们两个三个型全等的 那所以 其实你今次再次 用什么的reason 就是 corresponding size 就是 conference triangles 就是 全等三个型的对应边 可以吗 好 第二 我不太够位 不如 写上去上面 在这里 割开它 那帥哥又说 割割牺牲 又破相 ok 不要紧 都习惯了 是的 乖的意思 不是破相 是为教育界牺牲 ok 好 第二 我们会再看到的 就是 bf 就是 gf 就是 两个蓝色三个型 中间这条边 重叠了 当然就是 common size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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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 中文就是 公共边 第三 就是 ef 就是 fg 当然 当然 这条边 和这条边 是一样的 原因 基本上都是 因为它是正白边形 所以就是given 每条边都一样长 好了 所以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 结论是什么呢 就是 就是 三角形 就是 b e f 就是 conference to 三角形 bgf 原因 今次我们用的是 sss 三条边 三条边 都一样 好了 既然我知道 这两个蓝色三个型 都conference 那我们 会发生什么事呢 那我们 会知道 就是说 现在 我们 不如拿支 粉红色笔 好吗 这只角是x 那就是这只角是x 那如果这只角是y 那蓝色这只角 其实也会是y 所以其实 我拿支蓝色笔 那这只角 也会是y 好了 那如果这一只粉红色的角 粉红色的三个型 里面这只角是z 那它跟粉红色的这只角是对应的 那所以 就是 我拿支绿色笔 好吗 让你清晰一点 这一只也会是z 可以吗 OK 那所以原来 这六只角加上 就是两只x 加两只y 加两只z 是吧 而不要忘记这里 整大只角是多少 135度 看到这里 OK 所以其实 即是 换言之 我们可以现在这样写 那 即是 换言之 我们现在又出个结论了 结论是什么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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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度 a boy 就是 角度 a boy x 是会等于x 是吧 好了 那原因 刚才也说了 就是corresponding angles 就是 conference triangles triangles 好了 那这一只 藍色的 y角 就是 角度 f boy g 就会等于y 全等三名的对应角 最后就是 z 角 绿色就是 z 角 就是 z 角 所以 其实 换言之 现在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 所以 对了 所以发生什么事 呃 呃 就会是 两 呃 x 就加 呃 绿色的 z 就 啊 应该这样说 由于 这样好像清晰一点 由于啦 直角度 abc 就会是 等于 135度 对了 因为这里说的嘛 interior angle 是135度 刚才计过的嘛 如果你怕别人不知道的 你就就是由于 拜 星星 对不对 好了 所以 角度abc 其实是什么来的呢 就是 x 再加绿色的 z 就 再加 y 再加 藍色的 y 再加 z 再加 x 是吧 就会是 等于 135度 等于 那 换言之 这里是说 两只 x 不再用colour 加两只 y 加两只 z 就是等于135度 抽起个2 2 剩下的就是 x加 y加 z 等于 135度 终极答案 都呼之欲出的了 就是 x加 y 再加 2z 当然乘二调的 就是 135度 除二 即是 67.5度 正确答案应该都呼之欲出的了 就是67.5度 看看有没有这个答案 正确答案就是67.5度 即是 boy 好 那就查一查 看看大家今天有没有什么特别问题 如果 没有的话 那 我们就 今天 不如 看看 好 轻轻的 好 好了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今天到这里了 OK 好 那就多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缘的话 我们再见 拜拜